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多 纽约的人们像往常一样 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法国CBS电视台的记者诺德兄弟 也正随着纽约当地的消防队拍摄日常工作 忽然画面中传来了越来越近的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 消防员们下意识地往后抬头看了看 没看到什么异样 马上又回过头来继续着眼于手头的工作 这时记者的镜头缓缓抬起 开始转向头顶的轰鸣声 一架民航客机进入画面 8点46分 这架民航客机结结实实地撞进了世贸中心的被楼 浓浓的白烟立即从撞击点喷涌而出 然后画面中不停传来一名中年男子的声音 Oh shit! Oh shit! 周围的人群惊恐未定 他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抬头望向浓烟的方向 而此时呼啸着点提升的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已经开始向世贸中心挤齿而去 正在播报早间新闻的CNN 在事发三分钟后 8点49分就切入了世贸大楼的直播画面 ABC CBS等电视台也在8点50分开始直播现场画面 就在各大电视台直播画面对准浓烟四起的世贸中心没过多久 早上9点03分 第二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直播画面前静止冲入了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另一座大楼 南楼 20多年过去了 为了做这期节目再次回看视频中的这些画面 还是会让我投币发麻难以想象 而当天9点30分 各大电视台就播出了时任美国总统故事的讲话 来自维基百科的数据 截止2021年9月11日 世贸中心事件的2753名罹难者中 仅有1647名的身份获得正式的鉴定和确认 当然911事件对全球政治经济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随后也产生了大量的阴谋论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不想去聊各种阴谋论 也不想去聊比如恐怖分子是如何劫机的 FBI、CIA是如何错过了各种情报 然后大楼是不是被炸药炸毁 或者是救援如何展开的 那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已经可以从各种纪录片 文章或者其他节目中看到过很多次了 但我们这期节目想来聊一下 很少有人提到或者可能很少有人关心的 世贸中心双子塔建筑的本身 包括建筑的设计与建造的过程 以及大楼的建筑设计师Yamazaki Minoru 中文翻译成可以是山崎石 或者直接叫Yamazaki或者是山崎 通过这些背后的故事 你会大概的了解到世贸大楼的设计 是如何因为资本或利益的影响而进行了妥协 而导致采用了很多非常规的设计方案 同时设计中宗教的元素的应用 又对大楼本身的象征意义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又最终对世贸大楼的悲剧命运 买下了哪些伏笔 那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聊的思路就是 依次来解决下面这几个问题 首先这位叫山崎石的建筑师是谁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世贸中心的建筑设计师是他 听名字的话应该是一个日本人 然后为什么世贸中心的设计师是山崎 当时是如何选中的他 世贸中心的设计与建造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中间是否存在着设计与建造上的缺陷 为什么要扎世贸中心双子塔 为什么选择的是双子塔 最后我们会从结构设计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楼层的倒塌 那在聊的中间呢 可能还会穿插一些其他相关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什么地方觉得聊的不对的 还请批评指振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 当设计成为悲剧 双子塔的升起与陨落 该标题来自罗伯特·格鲁丁的书 设计与真理 我们先来聊一下山起石是谁啊 就如前面提到的 听名字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日本人 但其实他是一位日裔的美国人 他父亲移民到美国之后 在1912年 山起石出生在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1934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建筑系的 建筑学学士学位 然后在纽约大学 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 并在帝国大厦的建筑设计公司 找到了工作 之后成为了一名绘图员及工程师 中间在不同的建筑设计公司兜兜转转 他也参与设计了不少的项目 直到1949年离开公司 开始自己的合伙企业 山起街道第一个重大项目是1955年 位于圣路易斯的普鲁特·Eagle项目 那也正是这个项目加上911事件中的世贸中心项目 这两个项目的悲剧命运 让山起戴上了史上最悲剧建筑设计师的帽子 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普鲁特·Eagle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共住房开发项目之一 是作为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 该是人满为患 然后住房条件严重外化 那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就开始纷纷地逃离城市 很多住宅就被低收入的家庭占据了 黑人贫民窟北部及南部的白人贫民窟不断地扩张 有吞没市中心的危险 到1950年 圣路易斯根据1949年获得联邦承诺 为5800套公共住房提供资金 于是启动了多个公共住房开发项目 普鲁特·Eagle项目就是其中一个 该是选择了位于圣路易斯的 Yamazaki的建筑公司来设计这个项目 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是由山企来主导 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设计理念 用非常简洁的线条 然后去除掉了不必要的装饰与设计 那该项目首次于1954年投入使用 但是因为1958年的经济衰退 导致该项目中犯罪率高发 然后建筑维护效率低下 租金拖欠等等原因 租户开始陆续的离开 从最初的租户中有高达40%的白人 到60年代中期 这里基本上就全是非裔的美国人了 同时到60年代末期 整体的控制率达到了50%左右 虽然住房管理局也想了各种办法 但是各种措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到1972年3月 第一座建筑被炸药拆除 一直到1974年的5月 最后一位租户搬出 1976年该项目被全部拆除并清理完毕 那这个项目从投入使用到 全部拆除前后也不过20年的时间 建筑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就认为说 在社区被炸毁的那一刻 现代主义建筑就死了 那这里刚刚提到的 现代主义设计跟现代建筑的概念 如果不是太清楚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再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那再来说几个山崎的职业生涯中 对之后的世贸中心设计 产生过不小影响的一些项目 1955年他为圣路易斯国际机场 设计了主航站楼 这个航站楼的设计采用了四个圆顶 其实是圆形拱顶的一个混凝土的外壳 那该设计也为纽约 约翰肯尼迪机场和法国的戴高乐机场提供了设计的灵感 其实最初设计时是三个圆形的拱顶 那因为这种圆形的拱顶非常适合航站楼这种大跨度的需要 而且能满足机场将来要继续扩建的一个需求 只要在旁边再建一个相同的圆形的拱顶就可以了 这样跟最开始的设计也能做到无缝连接 也正是这个设计在当时大手好评 也让他在1959年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达兰国际机场的设计委托 那这个新的机场项目也是非常成功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这是一个混合了伊斯兰教建筑和现代主义的建筑 在山崎设计世贸中心时 跟这个方案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那关于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来聊 该机场的航站楼甚至出现在了第二版的 五里拉尔的纸币和第三版的一里拉尔的纸币上 那细心的听众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项目是位于沙特 那巧合的就是这个项目当时外包的建造公司 正是本拉登建筑公司 现在已经是沙特本拉登集团 是沙特最大的建筑商 在全球建筑领域也有相当的知名度 而该公司的创始人本拉登指的是穆罕默德本拉登 就是后来那个基地组织的头目奥萨玛本拉登的父亲 穆罕默德本拉登在一起空难中去世 之后该公司就由他的长子 萨利姆本拉登接手 但是无巧不成说 萨利姆在1988年也是在一起空难中去世 然后由他的弟弟贝克尔本拉登接手 一直到现在 那1990年公司就更名为沙特本拉登集团 在91事件之后 本拉登集团就宣布于奥萨玛本拉登撇进关系 因为毕竟他们名字里都有本拉登嘛 那这里关于他们阿拉伯的这个名字 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阿拉伯的文化中 他们是没有姓氏的概念的 比如说奥萨玛本拉登 那翻译过来意思 其实是拉登的儿子奥萨玛 就是那个本的前面是儿子的名字 然后后面是父亲的名字 那连起来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某 所以其实奥萨玛才是我们一般说的本拉登的名字 但是因为在最开始媒体的翻译中 欧美的主流媒体都采用了本拉登这个叫法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说的本拉登 就是指的那个基地组织的头目 奥萨玛本拉登 这个就跟达芬奇的名字很像 我们现在都管达芬奇叫达芬奇嘛 对吧 那其实人家全名是叫 Leonardo de Piero de Venge 意思是分其称皮阿罗先生之子 Leonardo 那或者简单一点呢 就会叫Leonardo de Venge 翻译过来就是分其成的Leonardo 但是我们现在都管人家叫达芬奇嘛 其实人家名字叫Leonardo 对吧 叫Leonardo 但名字嘛 反正就是约定俗成 大家知道说的是谁就行了 叫什么不吃饭 对吧 就像上期说的那个皮拉汉伦的名字 人家过几年还随便改一改名字 那个这里就有点扯远了 那刚刚说回到那个建筑公司啊 就是沙特本拉顿集团 那本拉顿在他父亲1967年空难去世之后 就继承了家里一大笔的遗产 同时也担任了家族企业的总工程师 毕竟人家也是建筑家庭出身啊 所以本拉登对建筑也是很有研究的 同时有消息称他也获得了土木工程学位 那他在大学时还遇到了两位伊斯兰的学者 从此就执迷于伊斯兰教中的古兰经的教义跟圣战论 那以上的这些都为911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 关于本拉登那就先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我们继续来说山崎 前面提到的圣路伊斯国际机场这个项目 我们再来看他在设计世贸中心之前其他的几个项目 我们再来看太平洋科学中心这个项目 这个中心最初是1962年为夏图世界博览会设计的一个美国科学馆 中心的入口处是一个喷泉 然后入口走到上方处立着由四个面都是拱形的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雕塑 那这样的雕塑一共是五个 然后科学展馆的建筑墙面也是有许多的预制混凝土砖形成 同样也形成了很多的树直的拱形的造型啊 那这些造型包括前面提到的路伊斯国际机场的圆拱形的造型 都难免不让人想到伊斯兰教或者阿拉伯文化当中的一些造型啊 当然这个太平洋科学中心这个项目也为它带来了很大的国际声誉 提高了公众的形象 然后也让山崎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然后是海伦L罗德伊礼堂 那这个礼堂是属于底特律维安州立大学的一个普伦蒂斯大楼 和德罗伊礼堂综合体的项目当中的一个礼堂啊 那这个礼堂的设计也是同样采用了跟美国科学馆类似的设计语言 在四个侧面的混凝土板墙面上用凸起的肋骨形成了高耸的拱门的造型 然后是位于明尼阿布利斯的一个办公楼 西北国民人寿大厦 那这个建筑是由63根细长的石英面混凝土柱构成的 在每一根柱子快到顶部时 柱子也是逐渐扩大 然后形成了拱形的一半 那与旁边的柱子的顶部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哥特式的肩拱 与前面两个项目使用了一致的设计语言 另一个是印第安纳布利斯巴特勒大学的一个英勾图书馆 山崎对该建筑的柱子采用了跟西北国民人寿大厦类似的处理方式 只不过这个项目不是让柱子 而是让柱子上面顶着的那个升梁 在往上延伸的同时 与相邻的那根升梁形成了一个肩拱的造型 上面这两个项目都是1960年代完成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早一点就是1961年密西根州医学会大楼 同样也是采用了细长的立柱 柱子的上部为31个拱门 那优美的线条能让人感觉仿佛是漂浮在空中 那该大楼也是被列入了美国国家历史名声名录 也被指定为密西根历史遗址 刚刚前面提到这些项目其实只是山崎早年设计的项目的其中一部分 大都集中在了50到60年代 然后这些项目的图片我也帮大家找出来了 会放到show notes里边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信息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搜 但是我建议大家用英文去搜 那终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大大小小项目的精英的积累与沉淀 山崎史的命运齿轮也开始转动了 他迎来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也是最具挑战的一个项目 世界贸易中心 简单了解了山崎跟他早年的一些建筑设计项目之后 我们开始聊一下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为人所知 也是最终奠定了史上最悲剧建筑设计师命运的一个项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处于经济大繁荣时期 对外贸易也是迅速增长 那纽约市的经济发展主要就集中在曼哈顿的中城 1946年建设设计贸易中心的法案就在纽约州议会通过了 世界贸易集团随即成立 但是这个集团董事会成立不到四个月 计划就被搁置了 到1949年世贸集团被纽约州议会解散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1958年 这个时候有一名大名鼎鼎的大卫洛克菲勒 因为之前他想通过建造大通曼哈顿广场一号 来刺激夏成金融区的发展来挽回就业 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 所以他成立了曼哈顿市区夏成联盟 然后委托了SOM建筑设计事务所 来绘制曼哈顿夏成的复兴计划 那该计划提议是在东河的岸边 南街海港处建设世界贸易中心 那这个地方跟后来世贸中心实际建造的地点 不在同一个位置 是在另一边 大卫洛克菲勒想让纽新港务局来负责这个项目 因为他们之前有过类似的一些项目经验 也愿意投资 但是因为纽新港务局 是纽约州跟新泽西州所管辖的部门 所以叫纽新港务局吧 那这个方案就必须得到纽约州跟新泽西州的批准 但是新泽西州州长当时对于这个项目 建在纽约州表示了一些不满 他表示说 那我新泽西州也要能从中获得一些相关的利益 他才会同意 同时也是因为哈德逊上多条的公路桥梁跟隧道通车之后 新泽西州的哈德逊跟曼哈顿铁路的客运量也是大量的减少 那他就跟港务局说 如果你们把这个海曼铁路也接手了 那我们新泽西州就支持时髦中心的建设 那港务局为了得到新泽西州的这个支持 就开始研究起了这个哈曼铁路的收购问题 时间来到1961年2月 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发表了一个提案 以7000万美元来收购哈曼铁路 于是港务局就开始考察哈曼铁路 当时他们考察到这个哈德逊车站的时候 就觉得这块地还不错 也许可以用来建造时髦中心 同时还能新建一座车站 然后这块地又是在西岸 比较靠近新泽西州 那新泽西州肯定会同意 所以同年12月港务局跟新任的新泽西州州长 就达成了共识 决定将世贸中心的建设地点 改到哈德逊车站的所在地 那当时这个街区还叫无线电街 然后这个街区里面还有大量的居民跟商户 然后有很多办公室 那就出现了一个拆迁的问题 港务局跟商户之间的官司 就是关于拆迁的这个官司 一直从地方法院打到了美国最高院 结果美国最高院拒绝审理此案 说就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 那反正最后事情还是继续推进下去了 港务局就协助这些商户 最后完成了搬迁 那接下来港务局就要开始寻找客户了嘛 那如果大楼建成了 没有人来租呢也不行对吧 毕竟花了大把的真金白银 那港务局就开始与美国海关总署 纽约州政府接触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入住 然后也开始跟银行签约 但是有了这几家还是不够 那他们觉得说 我要吸引更多的私营企业进来 对吧 那为了吸引这些私营企业过来 他们就想说 我们要把这个世贸中心建成世界最高楼才行 那有这些噱头的话 对那些私营企业肯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于是原定计划的建造 大概46万到5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就被提到了56万平方米以上 那这个建筑面积已经快赶上 五角大楼的建筑面积了 五角大楼当时的建筑面积是 650万平方英尺 大概是60.4万平方米 那当时港务局的董事托兵 在员工他们视察完无线电接之后 他觉得说 不行 我们要把这个建筑面积提高到 93万平方米 这就快到100万平方米了 但是他担心这么大的建筑面积 会引起争议 所以也没有向公众公开这个扩张计划 那这就是资本对于利益的追求 凝驾于设计之上的开始 那现在港务局就要开始寻找 核式的建筑设计师了 他们一开始找了大量的设计事务所 最终进入决赛圈的是七家 那这七家建筑事务所中 山崎基基事务所当时并不出众 因为他们公司也没有主持过 如此大体量的高层建筑 那么山崎是如何通过港务局的筛选 最终又是如何完成了 这个当时世界上最高楼的设计的呢 有一天山崎在办公室里 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的信 这封信是来自纽约港务局的一名高管 理查德·沙利文 他们想询问山崎他们公司 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曼哈顿地区的项目 那信中预计这个项目 当时是价值2.8亿美元 就是28后面再加7个0 那考虑到通过膨胀 这个金额换算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略低于28亿美元 那这个金额的项目 在当时就算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那考虑到山崎他们事务所 当时只有55个人 所以山崎刚开始认为 他们是不是这个数字里面多加了一个0啊 当山崎得知这个金额没有问题之后 就开始准备项目的提案了 虽然他不确定最终能不能拿到这个项目 毕竟他们之前也没有设计过这个提量的建筑嘛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项目 他们参与过的最著名的项目 也就是普鲁特Eagle那个项目 跟一栋在底特律建造的30层的伍德沃德大道的1号大楼啊 所以这些过往的项目 跟现在这个世贸中心的这个项目相比起来 还是小屋见大屋啦 但是他们还是有非常积极的在做准备 那刚开始在找建筑设计师的时候 港务局也是问了很多设计师嘛 包括事务所 那很多都被拒绝了 不过最终留下来了7个候选者 那这些留下来的名字啊 基本上就都是人民啊 那或者是人民组成的公司的名字 然后老外的这些公司啊 真的很喜欢用人的名字来给公司命名啊 那也是一个特点 我就不念了 反正念了大家也不知道说的是谁 那港务局就派了一个团队啊 来对这些事务所进行一个考察 然后也去考察了这些事务所 以前参加过的一些项目的业主方 就是这些事务所的以前的甲方爸爸们 那询问他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 这家设计事务所啊 然后他们对于这个事务所的工作 是不是感到满意 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延误啊 然后项目的设计费用 是不是在预算里面 那最后他们会不会推荐这家公司 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就有点像HR照人的时候 做背景调查 就是问一些你前公司的这个老板啊 同事啊 就问一问我爱女的一些事情是吧 那当然事务所还要提交他们 对于世贸中心这个项目的一些 自己的想法 包括设计的方案 以及一些能够体现 他们自己设计实地的一些相关资料 这个就有点像广告公司比稿是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啊 其中有两家港务局就觉得 他们的设计不够有创造力跟想象力 然后他们就被淘汰了 那还有建筑设计师啊 因为在提案的过往的案例中啊 港务局认为他不是那些项目的主要设计师啊 所以也被淘汰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格罗皮乌斯啊 就是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电机人啊 也是包豪斯学院的创办人 但是港务局就认为他是不是年纪有点大 然后他手上还有其他更大的一些项目 就怀疑他可能不会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这个世贸这个项目上 所以也被排除了 那还有两家呢 港务局觉得他们以前设计的那些建筑的细节跟质量 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也被淘汰 那这样的话 就只剩最后一位候选人了 就是Yamazaki 山崎跟他的事务所啊 那当时港务局就觉得 山崎肯定能给纽约带来一个全新的 令人向往的建筑 因为他们非常认同山崎的温暖和人性化的规模的 这样一个设计理念 而且过往的甲方爸爸们 对山崎他们以前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满意 于是在1962年9月20日啊 港务局又宣布山崎石为世贸中心的主建筑师啊 港务局在建筑设计上除了那个非常执着的 一定要达到近1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要求外啊 没有过多的限制 然后给了山崎比较大的一个设计的自由度 所以最开始 山崎在这一大片区域进行平面规划的时候 尝试了非常多的平面布置方案 包括三到四座的塔楼 或者是十座体量相当的建筑 或者是一座巨大的大楼等等 那可行的平面设计方案 当时做了能有一百多种吧 最终他选择了两座80层的双塔 然后加上几座群楼的方案 因为80层的这个楼高啊 当时的话 正好能非常优雅的把这个大楼融入到曼哈顿的天际线里面 然后也非常能体现它温暖和人性化的规模 这样一个设计理念 而且这个楼层再高的话 也会有一个电梯系统的问题啊 就是需要更多的电梯来进行人员的运输嘛 那就会占用更多的楼层的使用面积 就没有多少可以租售的办公面积了 所以山崎刚开始把这个两栋80层楼 然后建筑面积没有达到港务局要求的双塔方案展示给港务局之后啊 港务局当然也听了山崎说了他关于电梯的这个考虑啊 但是港务局的老大脱兵还是说 你看啊 这肯尼迪都要把人送到月球上了对吧 那我们把人送到110层楼高 肯定也是能实现的 那我们也肯定要把这个楼建成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那1960年代嘛 正好是美苏冷战对吧 太空竞赛这个进入到了白日化的阶段 然后当时提出的这个阿波罗计划 就打算把人类送到月球上吧 所以为了满足港务局提出的这个建筑面积 要达到近100万平方米的要求啊 山崎不得不把楼层增加到了110层 面对电梯这个难题呢 山崎跟他的工程师嘛 就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电梯系统 就是采用区间电梯加快速电梯的方案 一共是95座电梯 然后利用第44层跟78层作为两个转换层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快速电梯把人送到转换层 然后再去换成相应的区间的电梯啊 这样我不同区间的电梯 只要服务于特定的楼层就可以了 电梯就不会占用太多的 所有的楼层的使用面积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 每仓楼的使用面积就从62%提高到了75%啊 这种区间电梯的方案 现在很多办公楼其实都在采用 不但能提高建筑的使用面积 也能起到对使用人群的一个分流的作用 然后提高运输效率啊 那这里就不详细展开聊了 但是这种方案在1960年代 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 然后就是结构设计了 那世贸中心的双子塔的结构设计 也是采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案 那说到结构设计啊 这个本人也是学结构出身上 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从事结构设计这个行业了 然后很多理论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竟然用一些还记得的专业知识啊 然后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聊这个事情 那一般结构设计啊 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基本上要解决的就是两个场景 一个是大跨度的结构 一个就是高层嘛 因为这两种场景 对于结构设计的要求还是蛮高的 然后对结构影响最大的载荷呢 就除了建筑本身的自重 跟上面的人啊 设备啊 那些东西 这些数项核载之外 对建筑本身影响最大 其实是地震跟风这种横向的核载 那核载 大家可以简单的就是理解为受到的利 那我后面可能说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把它说成核载 有的时候会说成载荷啊 其实是一个东西 那特别是像世贸中心双字塔 这种超高层的建筑 对于建筑安全来讲 在进行结构设计计算时 抗震跟抗风是最主要需要考量的两个因素 那当时的结构工程师在考虑结构设计时 采用了当时非常不常见的一种方式 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叫框桶结构 就框架核心桶 那当时最常见的高层建筑 一般是用混凝土框架结构 或者是框架建立墙结构 那再高层一点的话 可能会采用钢结构的框架 然后或者是钢结构混凝土混合的 框架核心桶结构之类的 那这些不懂没关系啊 就是常规的这种结构呢 一般受力来讲就会比较稳妥一点嘛 然后整个结构的整体性比较强一点 然后也比较容易抗横向的核载 但是以往的那些框架结构啊 在整个平面上就会需要大量的柱子 因为柱子跟梁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嘛 所以柱子跟柱子之间的距离就不能太大 这样形成的这个框架 就是一个一个框形成的架子嘛 那现在大家进一般的办公楼 或者酒店之类的那种高层建筑啊 都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柱子对吧 那这个就是传统的框架结构 里面所必须要的 就是需要这么多柱子 那从树下来看呢 楼板的重量是传给了楼板下面的梁 然后梁是架在柱子上的 然后再把树下的梁向下传给柱子 柱子最后传给地基 那横向的这个风或者是地震力啊 就是靠梁柱节点来承受这个简历跟弯距 然后如果有简历墙的话 那就通过简历墙来承受一部分的水平方向的力 那关于这个横向力啊 我可以简单的来举个例子啊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四根毛竹啊 然后它们单独的固定在了地上 就相当于四根柱子啊 那这个时候横向的风吹过来的时候 这个毛竹是很容易被风吹弯的 对吧 那如果在四根毛竹之间啊 横竖就横向跟竖向都各加两根横向的梁 把毛竹梁梁连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我原先 每一根柱子都是单独孤零零的来承受这个水平力 现在我四根柱子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嘛 那这个时候不管我的风 不管从哪个方向吹过来 我这个整体的框架就没那么容易被吹弯了 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框架 那高层的框架结构呢 就是这种简单的框架 你可以在水平方向上不停的去重复 然后也可以在树向的高度上 往上不停的叠加 同时还能保持一定的整体的稳定性 那为了再能提高一些稳定性呢 能扛更大的水平的力 你也可以在柱子的中间再契上混凝土的墙 那这样在水平方向上就更不容易变弯了 那因为很多高层建筑它都需要很多电梯嘛 然后再加上树线的管道啊 楼梯井啊 这些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结构方式 大家会把这些电梯井啊 楼梯井 管道井 全部集中到框架的中间啊 然后在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核心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一般都会做成桶状的一个结构 然后桶的外面呢 还是保留原来的那个柱子跟梁 那这样形成的结构就是我们常见的框桶结构 也叫框架核心桶结构 当然这个是一个基础的框架 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形啊 那为什么世贸大楼不采用这个结构呢 要用一些不一样的结构呢 然后他们这个新的框桶结构又跟平常的这些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就又要提到前面港务局对建筑面积的一个要求了 他们为了使单层的这个可使用面积尽可能的大 那在进行世贸中心双子塔的结构设计时啊 结构工程师同样把电梯井、管道井 然后桃圣楼梯这些全部集中到了中间的一个核心桶区域 那桃圣通道也因此从六个减少到了三个 因为如果是六条桃圣通道的话 就需要在楼层的各个角落去设置 那显然会降低楼层的可租售的这个面积 因为1968年那一版的纽约式建筑规范 对于建筑防火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他们允许世贸中心只建造三个消防楼梯啊 那这三条消防的桃圣楼梯啊 都集中在了核心桶里边 那这就为之后912事件发生之后 高楼层的这个人员的桃圣就埋下了一个安全隐患 中心核心桶是一个大约27米宽 41米长的一个长方形 由47根从地基一直通到塔顶的钢柱组成了 然后这个新的结构方案跟常规的框桶结构不一样的就是 他们把核心桶外面的柱子全部挪到了建筑的最外面 然后在外面通过密排的这个方式啊 就是每一根柱子之间的间距排得很小 很密集的排列在一起 那最外面这一圈柱子之间也会有拱间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横向的梁啊 来做一个连接 让最外面一圈的钢柱能形成一个整体 那这个正方形的建筑的四个边啊 每一个边都布置了59根钢柱 每一根柱子之间的间距只有46厘米 也就相当于世贸大楼上面那个窗户的宽度 其实只有46厘米啊 那柱子之间之所以要排得这么密啊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因为山崎有恐高症 他觉得在这个高层建筑里面啊 如果窗户的这个宽度大于他的肩膀啊 他就会有一些不安全感 那这样最外面一圈钢柱啊 就形成了一个框 然后中间是用钢结构形成的一个核心桶 那为了满足底层人员 就是进出的一个需要 包括采光的一个需要 外框的立柱啊在接近地下三层的时候 每三根柱子啊就汇聚成了一根大的立柱 这样的话我底下楼层之间 大的立柱之间的间距就扩大了 然后这两个大的立柱之间啊 就正好形成了一个山崎非常喜欢的肩拱的造型 那这个与前面提到的很多山崎以前的项目的设计语言啊 也做到了一个统一 那到这里啊如果你有根据我前面说的这个外面的框架 跟中间的这个核心桶的结构 在脑海中如果有去想象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结构的外框到目前为止是不稳定的 因为外框跟核心桶之间没有产生联系嘛 它们还是相互独立的 那这个外框就好像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用就是写完的笔杆子做过笔筒或者类似的东西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大家知道初中或高中那会儿要写很多字啊 然后用笔就会很快 然后没多少时间就会写完一支笔嘛 这样的话一学期或者一学年下来就会攒很多的笔 然后那会儿我就会把这些用完的笔啊来做成一个笔筒 就怎么做呢 就有点类似于现在这个世贸中心的外框啊 我把这些笔杆子就竖着一根一根的排开来 然后用胶带在里面跟外面就把它横着粘起来 那这个胶带就有点像类似世贸中心柱子之间的这个拱筋啊 或者是凉 那把这个笔杆子粘完之后 然后再把它们围成一个方形 然后底下有一个方形的底座嘛 就是在这个底座外面围成一圈 然后把底座粘上 这样的话我这个笔筒就做好 但是这个笔筒会有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你用手在顶上往下稍微用力一点 就往下压的时候 你会发现因为四边形是很容易变形的嘛 那这个笔筒的顶部啊 上面就会发生一些转动 但是底座不会转 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出来啊 就是这样一个框架其实是不稳定的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世贸中心外框的这个框架 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结构工程师们就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他们在外框跟内部的核心桶之间啊 用了一排一排的 钢结构的行架来对结构进行连接啊 那这个框架其实按正确的话应该读横架啊 就是这个字是木字旁边一个行不行的行啊 其实它不是个多音字啊 它正确读法就是读横架 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呢 大家都读横架 反正就跟着老师这么读嘛 那反正就习惯了 那我后面可能就都读横架了 那这个横架可能不是学结构的话 平常接触的不是很多啊 最常见的话就是大家看到那种 钢结构的厂房的房顶啊 都会有这种钢结构 那或者是上海的外白渡桥啊 它那个钢结构 就是那个秦深深雨萌萌里边 那个一平要跳的那座桥啊 那那座桥呢 也是用的一个行架的结构 上下有两根钢材 然后中间呢 就是有一些像三角形一样的斜线的支撑 那这种组成的结构啊 我们就一般称为行架结构 那我这里可能说的不是很严谨啊 就是大概就可以这么来理解 像这种行架结构呢 就特别适合在大跨度的 这个场景下去应用 那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看到 这种结构的时候 就可以去看一下 是不是用在跨度比较大的一个场景里 那因为这种结构 在受竖向核载的时候 上面的这个构建会受横向的压力 然后下面的构建呢 会受轴向的拉力 然后中间的那些构建呢 都是沿着构建受到轴向的拉力 或者是压力 然后上下构建这个力啊 乘上上下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行架能承受的弯距 那距离越大 能承受的这个弯距也就越大 那说到这里 很多人可能就听不明白了 就是然后你没听懂 就没关系啊 这个关系不大 反正就是知道这种结构 适合大跨度的场景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回到 世贸中心的这个大楼啊 那为了满足港务局的要求啊 就是他们需要里面的空间越开放越好嘛 那没有柱子的阻挡 然后办公区也就越好出租啊 就是对于租户来讲 如果这个空间越开放 没有柱子的阻挡 那他们使用起来就会越自由嘛 就是我想在哪里打隔断就都可以 对吧 所以结构工程师 他们用行架来连接跨度比较大的外框跟内桶啊 然后再在这个行架的上面加上楼板 同样也是连接外框跟核心桶 为外框提供整体的稳定性 那这样整体的受力 就是通过外框跟内桶来承受数项的核载 然后用外框来通过楼板分配水平核载 外框整体承受了一个水平的核载嘛 那这里前面提到的就是 结构工程师们 他们通过行架来支撑的这个楼板 让外框在承受水平核载时 形成了一个整体 不至于发生扭曲啊 弯曲啊等等变形啊 这里就很重要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那其实这种结构的受力方式 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不仅能承受住纽约的这个大风 也能经受住地震的摇晃 甚至结构团队在设计时 也考虑了飞机的撞击啊 因为在世贸中心设计之前 1945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架准备在附近机场降落的飞机啊 因为大雾然后就撞上了帝国大厦 所以世贸中心大楼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了 假如一架当时最大的飞机啊 就波音707 在任何的位置撞上大楼时 看大楼能不能承受住这种冲击啊 但他们当时考虑的仅仅是一架 可能在大雾中迷路 然后准备降落且慢速飞行的客机 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一架高速飞行 而且比波音707还更重的波音767 还是满载着大量的航空没油的飞机啊 以自杀式的速度撞击大楼 那关于这个我们后面分析大楼倒塌的时候再来聊啊 包括现在采用的这种结构方式啊 对大楼遭撞击后 对人员的逃生以及最后的倒塌产生的影响 那我前面说的关于讨生楼梯的布置啊 航架结构支撑楼板对结构整体稳定性的这个共性啊 后面会有很重要的作用啊 好那说完了建筑设计跟结构设计啊 我们来简单聊一下建筑的建造的过程啊 那首先就是一般可能会被大家所忽略的 就是大家平常不会见到的建筑的地下的部分 我们平常看到建筑一般都是建筑的地上的部分嘛 那其实如果一个建筑地下部分比较复杂啊 然后从工程造架来看的话 一般地下的造架如果高的话 可能能占到总工程的30%啊 那当然一般普通的高层不会占到那么多 可能也就10%左右 这个数字也是早年上学的时候 那个以前老师跟我们说的 不知道有没有熟悉工程造架的 可以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数字 那如果现在大家去看911的纪念馆 其实可以看到那里还保留着一面墙 那那面墙就是在地下 是当年建造世贸大楼的时候 开挖地基石建的地下的连续墙 就是用来也可以叫挡土墙或者挡水墙 因为当时这块地的旁边就是哈德逊河 所以在开挖地基石为了防止渗水 就需要围着地基建一圈墙来挡住这个地下水 那同时也是需要防止下面的这个土壤发生轻浮 导致旁边没有做深基础的那些高层 也发生倾斜或者坍塌 当然在开挖这个地基之前 他们要先挖一条沟 然后在这条沟里边灌上泥浆 然后往里加钢筋网 再最后灌入混凝土 那这样形成的就是这一圈的 这个混凝土的挡水墙 然后他们才能开挖里面的那些土 那这些挖地基挖出来的大量的泥土 他们也没有浪费 就填到了西边的河岸上 就是现在的炮台公园城 那这种地下挡土墙 在建筑密度比较大的地方 去挖地基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以前我记得国内也发生过 类似的一些工程事故 就是在开挖地基的时候 然后导致地下水位这个下降 然后旁边的建筑就地基发生了轻浮 然后导致整个 建筑倒塌 那上面的结构呢 在建筑的时候 他们也是采用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我觉得还挺聪明的 也是非常快速的一种建筑方式 他们先是在工厂里预制了 用三根竖像的柱子 加上三根横向的拱间 形成的预制件 这个预制件的形状就是 比我们那个一口井的井啊 那个字多一横 然后也多一竖 然后竖像的这个柱子呢 就稍微会长一点嘛 间距也密一点 然后这个预制构建 运到现场之后呢 再拼接到现场的那个 在建造的大楼上 这个就有点像拼积木啊 就是可以加快大楼的建设嘛 然后为了增加横向的抗减能力 他们又把每一个预制构建 上下做了错位 就好像那种红砖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是一般工人器那个砖墙的时候 会把那个砖块横向的就是左右错开来 对吧 但那个预制构建 就是有点像类似那种砖墙的这个砖 只不过那个砖墙的砖是横向错开的 然后它 世摩大楼的这个数项构建 是数项错开的 那如果想象不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轩诺词里边的图片 然后我会把那个 这个相应的图片放到轩诺词里边 那外框柱跟中间的核心筒的钢结构 是同步往上建的 柱子建完之后 然后他们再加上预制好的这个行架 然后把外框的柱子跟核心筒柱子连起来 然后再在这个行架上面加上楼板 那这样的话一层就结构层就搭完了 其实还是蛮快的 因为预制建可以在工厂里提前做好嘛 然后也可以批量的去做 速度还是很快的 然后拉到现场 就像拼金木一样 把它往上拼就行了 然后现场呢 因为也没有用大量的混凝土 所以不需要有很长的 等混凝土那个干燥的那个时间 那因为这种大量采用预制构建的方式 技能保证质量 又能提高建造速度 然后还能降低成本 所以现在很多高层建筑 会用这种预制构建的钢结构来做 那就是这样 1966年8月5号 世贸中心破土洞工 开始挖地基及地下工程 两年后 1968年的8月 北塔主体结构才开始建设 那在两年零四个月之后 1970年的12月23号 北塔就封顶了 可以看到北塔主体 110层的这个施工实际上 仅仅比地下工程 地基加上五六层的那个地下空间 只多了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1969年1月南塔的建筑开始施工 两年半后的1971年7月19号也封顶了 然而世贸中心双字塔建成之后 并没有迎来民众的好评 甚至很多建筑师批评建筑的设计也很沉闷 甚至平庸 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栋庞然大物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然后这两栋楼呢 就像是两个巨大的火柴盒子 还有人说这两个大楼实在太高了 就破坏了纽约曼哈顿这个优雅的天际线 那说到纽约天际线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原则 叫做setback principle 翻译成中文的话 可以叫后退法则或者是回退法则吧 那正是这个法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塑造了整个曼哈顿的天际线 这个法则是在1916年的分区法案中提出的 那当时就是高层建筑越界越多嘛 那为了保护整个街道 以及较低楼层的这个采光 这个法案就对高层建筑在自身地界内 占用空间的容积啊 提出了一个限制 那根据不同的街区啊 这个法案当时提出了五种计算公式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建筑旁边的街道宽度是100尺 那么当你的建筑沿着边界线 往上建造的时候 当高度达到150英尺的时候 你的建筑的平面尺寸 就必须往里缩一定的距离 然后才能往上建 然后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你的平面尺寸必须再往里缩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话你的建筑就是越往上会越小嘛 就变得越尖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的高层建筑啊 越往上面积越小啊 如果不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是因为有一个法律的限制在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纽约非常有名的 帝国大厦啊 克莱斯勒大厦啊 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造型 随着高度的升高 建筑不断的往里缩 然后在上面形成一个尖顶啊 那听到这里的时候 有的听众可能会有疑问 对吧 那为什么世贸中心的这个双字塔 它不是越往上越小 而是直上直下的一个大盒子呢 难道他们是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吗 那这就还是要说回到这个奔区法案啊 那这个法案在1961年 就是世贸中心开始设计的那段时间啊 这个法案就做出了一些调整 就是你的建筑如果在设计时 你的建筑底层的这个平面布置 如果已经往街道里面做出了一定的回退 就是已经空出了一定的距离之后 那么你的大楼再往上建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往里退了 就是可以继续保持跟下面一样的这个面积 就直着往上建 那这个就是世贸中心双字塔 可以建成像火柴盒一样的这个依据啊 那当然这么设计也是为了满足港务局 对于这个超大的建筑面积的一个需求 所以可以说这个分区法案啊 就完全影响了一个摩天大楼的整个造型 然后也影响了纽约的这个天际线 那也正是这个分区法案啊 首次将纽约市划分为了不同的区域 然后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土地的使用 和建筑高度的限制 也正是 这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分区的一个起源啊 它帮助塑造了现代城市的整个一个面貌 那我们说回到人们对于这两个庞然大物 一直不是很接受 直到1974年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那天那个港务局的老大托兵 就前面提到的那个说 肯尼迪要把人送上月球 然后他们肯定也要建世界最高大楼的那个人 那有一天值班警官就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早上在世贸大楼遇到了一个问题 有一个人在两栋大楼之间空中的钢丝上走 那怎么办 那托兵接到这个电话之后非常诧异 就是可不可思议啊是吧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过了会儿他说 我也想不出来 你就告诉他别掉下来就行 然后那这个在世贸双字塔之间走钢丝的这个人啊 是一个法国人叫菲利普·佩迪特 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托兵又给这个警官回电话说 你们不要把这个人抓起来 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正好可以用这个事情去吸引一下公众的注意力嘛 对吧 让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世贸大楼 但是警方最后还是把人抓了 然后法官当时也给托兵打电话 然后托兵说你们别伤害这个人就行 那法官最终就判这个菲利普啊 让他在中央公园给残疾儿童举办了一场免费的表演 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 有一部纪录片《云中行走》啊 讲的就是这个人的故事啊 那这个人之后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啊 就沿着外墙完成过一些高空攀爬啊 就类似的特技的活动 然后再加上之后很多影视里边 也会有双字塔频繁的出现 就比如说独立日啊 金刚啊 黑衣人啊 小鬼当家的第二部啊 就是第二部就是有那个特朗普啊 就是那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客串的 因为当时那个影片主要的取景地是广场饭店嘛 那特朗普在1988年的时候就花了4亿美元多一点 就把这栋纽约的标注性建筑买下来了 所以影片在1992年拍摄的时候 特朗普就在里面客串了一下 那影片里面那个主角凯文也登上了双字塔的观景平台啊 然后还有几个双字塔的大特写 哎 但是这个当年的童星啊 这个麦考利卡尔金当年长得这么可爱是吧 多好的一个小孩 但没想到这个长大之后颜值下降 然后还染上了毒瘾 那个咱这个有点跑题了 然后说回那个 说回来就是说 当年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中都会有双字塔嘛 然后甚至有些电影中 它其实并没有双字塔的镜头啊 但是他们在做海报的时候 还是会特地的把双字塔放到海报里 那回头我可以在show notes里边放一个链接啊 就是有一个网络大神 他把基本上很多影视作品中出现过双字塔 有的可能只是一闪而过啊 他也把它整理出来了 他有一个链接 然后回头我把这个链接放到show notes里边 那慢慢的 纽约的这个绝对DBL双字塔 也就变得与帝国大厦 克莱斯特大厦 以及自由女神下齐名了 但其实直到911那天 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双字塔 就像巴黎的卢浮宫那个玻璃金字塔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至今也还是不是很喜欢 对吧 比如说在电影达文奇密码中 主角兰登教授去卢浮宫见法西警长时 那个警长从卢浮宫出来嘛 就问他说 你喜欢我们的金字塔吗 兰登教授说非常宏伟 但警长然后就来了一句说 A scar on the face of Paris 就是就只不过巴黎脸上的一块疤而已 那说回到双字塔 911之后 人们也觉得纽约的天际线 少了这两栋大楼 好像确实少了点什么 说到911 其实我之前并不知道 原来在发生911事件的八年前 世贸大楼就曾经遭遇过一次恐怖袭击 1993年2月26日 一辆满载着千七块 相当于半吨天梯炸药的租来的货车 驶入了大楼下方的停车场 那其实世贸中心大楼本身是没有停车场的 恐怖分子只是把车停在了距离北塔 地下墙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12点18分炸弹爆炸 造成现场6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这已经是当时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了 当时恐怖分子的目的是通过撞击北塔底座的一角 然后让塔楼向南倒塌 去撞击南塔 但是大楼坚实的底座与高强度的钢柱完全抵抗住了这一次的袭击 但是在8年之后 双子塔的命运却是迎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2001年9月11日上午 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波音767 在8点46分撞入世贸双子塔的北塔 9点03分撞入双子塔的南塔 架波音767一展的宽度是157英尺 大概是48米不到一点 是完全能够覆盖住核心筒的宽度的 这也就导致所有的核心筒当时逃生通道全部被切断 所以也就导致了在袭击楼层的以上的人员完全没有办法逃离 虽然南塔的航班在撞击时偏离了中心一点 还有一部逃生楼梯可以使用 但是在南塔倒塌之前也只有数人得以从那里逃脱 外框刚柱的局部损毁导致了撞击楼层以上的巨大的重力重新分配 必须由其他的柱子来承受 本应该由撞击损毁的柱子来承受的这个重力 那本来一边是59根柱子来承受来自上方的这个力嘛 那么现在比如说我损毁了15根柱子 那么上方相同的这个重力就必须由剩下的44根柱子来承担 这就导致剩下的柱子所受的力超过了柱子本身应该承受的这个能力 虽然这次袭击的冲击的能量比预想的受到飞机撞击的能量要大长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楼还是坚持了不少的时间 一共人们来进行疏散 之后受到撞击的南塔在燃烧了约56分钟之后 于上午9点59分倒塌 北塔在燃烧了约102分钟之后于上午10点28分倒塌 那么大楼为什么再坚持56分钟以及102分钟之后会倒塌呢 而且为什么后受到撞击的南塔反而比北塔要更早的倒塌呢 那下面我们就从结构的角度来简单说一下这个事情 结构工程师们在设计时虽然考虑到了飞机的撞击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巨类的爆炸跟大量的航空燃料 持续的燃烧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飞机撞击后爆炸产生的巨大的冲击量 会使钢结构的防火材料剥落 那当时航架跟衡量这些钢结构使用的防火材料 主要就是防火喷涂材料 就是喷在一些矿物纤维制成的干燥溢碎的材料上面 那这些材料附着在钢结构上面之后 这些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非常之巨大 非常容易就能把这些防火材料给剥落掉 而一旦失去了防火材料的保护 这些航架就很容易在受到高温之后就发生变形 那与外框钢柱或者是中间核心柱 焊接的这些节点一般也都不是钢性连接 那这些节点一旦变形就很容易失效 就会造成行架整个直接就从一边就掉下来 而行架的失效就会导致上面的这个楼板 也失去支撑的掉落 那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有人前面听得很认真的话 就会注意到你前面不是说核心核载 都是有外框的钢柱跟核心桶的柱子来承受的吗 那现在这些连接的行架跟楼板失效 整体数项的受力应该不受影响呀 对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正是高层建筑另外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失吻 就失去稳定的那个失吻啊 前面也拿那个鼻桶举了一个例子 但是现在世贸中心双字坦的问题 在行架失效之后啊 它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如此 那什么是失吻呢 就简单来解释一下 就是我现在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老实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做过的一个实验 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张纸 一般的A4纸可以 或者是小一点的纸也行 然后现在你要把这张纸立起来 你可以把这张纸卷成圆形 也可以卷成方形 或者你可以用长边去卷 也可以用短边去卷 可以卷得粗一点 也可以卷得细一点 当然只能卷一圈啊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上面最多能放多少的书 或者是说能承受多少的力 你可以暂停 然后去找一张纸试一下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脑子里 就是大概根据你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判断一下 那一般情况下肯定是这个纸卷得越粗 就直径越大一点 然后矮一点 然后上面能承受的力越大 那越细越长 上面能承受的力就越小 那再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你拿一根直尺 或者是就那种二三十厘米长的那种塑料的直尺 金属的也行 我本来想说筷子啊 但是我后来自己拿了一根筷子试了一下 就那个筷子有点短 然后还不够长 然后呢家里的筷子也太结实了 所以我就拿直尺尺子举例子 那你把尺子立起来 然后用力去压这个尺子 你会发现这个尺子 它不是承受不住你这个压力压坏了 而是这个尺子会突然从中间往一个方向弯 然后可能你要再用力的话 这尺子就被压折了 这种因为一个结构 就是轴向受力过大 然后从中间突然发生弯曲 然后发生断裂的这种现象呢 就叫失稳 那所受的压力越大 构建的这个长度越长 就越容易发生失稳 这种失稳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构建受到了 轴向的受力强度达到了极限 而是因为失稳而导致失效 这就跟达到强度极限而失效 是两种不同的破坏模式 那在设计的时候 也是需要考虑避免发生这种破坏的情况的 那避免构建发生失稳的一个办法就是 不要把这个构建做得太长嘛 就不要太细长 那这里说很多啊 到底跟双字塔的这个讨大有什么关系呢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说到了啊 那最开始讲这个大楼的结构设计的时候 我就提了一嘴说 这个行架跟楼板 可以给外墙提供整体的稳定性 对吧 那这里指的就是防止外框的钢柱啊 由于过长发生失稳 因为我在每个楼层的高度上 都相当于给钢柱加了一个横向的支撑嘛 那这样钢柱在受到树像的核载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我每一段树像受力的长度过长而发生失稳了 但是刚刚提到的横向的连接的行架失效之后 而且肯定还不止一层啊 这样的话 我多层的这个行架失效 然后导致那些楼层的楼板全部发生了内部的坍塌之后 就会导致这些楼层的楼板失去了对外框刚柱的一个横向的支撑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严重了 我这些刚柱在横向失去支撑之后 树向没有支撑的长度就变长了 而且本身在高温下面 支撑的强度本身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 那这个刚柱就非常容易发生失稳的现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塔比北塔燃烧的时间更短 但是却更早的发生了坍塌 因为南塔被撞击的楼层更低 然后它受损的楼层更多 这样一来的话 不仅受损楼层上面的这些楼层的荷载更大 而且在行架失效之后 刚柱没有很像支撑之后 单独受力的长度变长了 就很容易发生失稳 那大楼在这种时候 一旦发生失稳 上面的楼层向下坠落的这个冲击力 就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块倒下的骨牌 一旦发生这种连锁反应之后 那这股巨大的力量就再也没有办法阻挡了 所以南塔在仅仅燃烧了56分钟之后 就从上往下轰然倒塌 总共也就用了11秒左右 整个大楼全部化为废墟 这一点如果大家去看南塔倒塌的那个视频 在某一个角度上你能明显的看到 上面的楼层在往下倒的时候 整体有一个明显的像 其中一个方向倾斜的一个角度 那很明显就是那个方向上面的高柱 发生了弯曲失望 最后关于大楼的结构 我想说的是 其实大楼的结构设计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 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案例了 当然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下 大楼还是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 来让楼内的人员能在遇到袭击之后第一时间进行撤离 但是同样也是受于资本的压力 为了提高楼层的使用面积 而不得不采用这种特殊的结构设计方案 最终导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防火能力失效 同时把原本应该设置充足的六个逃生楼梯 减少到了三岗 而且全部集中到了核心桶里边 导致受袭击的楼层以上的人员 他们的逃生通道完全被堵死 造成了大量的预袭楼层以上的人员 完全没有办法逃生 那关于双字塔的结构及倒塌的分析 大概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再来聊一下 为什么恐怖袭击要选择双字塔 而且为什么说双字塔在建筑设计阶段 就为悲剧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有一位文化建筑史学家奥雷伯曼曾说 本拉登不仅袭击了资本主义的象征 同时也对伊斯兰建筑的文化膨胀之象征进行了抨击 那一个在美国本土的建筑 为什么要在建筑设计中 添加伊斯兰的元素呢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了很多 其实就是珊奇他自己的一些设计偏好吧 因为他在之前的很多项目中 都用过类似的设计语言 而且当时世界两大霸权是美国跟苏联嘛 大家也都忙着冷战跟太空竞赛 况且那个时候 伊斯兰教也没有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 而且珊奇曾经也将他设计的世贸中心 描述为一处圣地 让人们能够从华尔街区域狭窄的街道和人行道中 得到解脱舒展 为了不让世贸建筑这样过多的区域 造成街区的拥挤 珊奇也在建筑群中间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广场 他还模仿卖家朝圣聚集之地 就是那个圣石克尔白 在广场中间设置了一个将雕像和喷泉结合的区域 与卖家圣地广场极为相似 克尔白就是一个石造的立方体的建筑 然后上面会盖一块黑色的丝绸布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看到 乌泱泱的一群人围着这个建筑在那转圈 然后朝拜 或者如果有人在别的地方说要朝向卖家的方向进行朝拜 那其实这个朝向就是克尔白这个方向 那除了这个广场的象征意一样 与节目最开始提到的刚柱形成的监管的造型 还有比如说很多来自中东的设计师都觉得说 整个大楼的光泽的质感 也与门在克尔白上的黑色的丝绸布有很大的关联 然后大厦本身也包含了伊斯兰建筑元素 比如说火凝土一日的川花阁 圈里塔班的塔台 以及阿拉伯式的花纹 而伊斯兰教中是禁止这种未经授权的对神域的援引的 就是他们会认为说 这是他们神圣的寓意使用在了世俗的事物中 这个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恐怖分子寻找袭击目标时 除了大楼本身 曾经在1972年至1974年间都保有世界第一高楼的头衔 而且还是美国世道曼资本主义的象征 那再加上这个宗教极端主义认为建筑对于伊斯兰教的亵渎 所以很难想象对于极端恐怖分子来说 世界上还有其他类似的目标 所以这其中关于设计的悲剧就是 双子塔的创造者与摧毁者与同一个家族都有所牵连 而一撞向伊斯兰教设计传统至今的建筑 却被解读为对伊斯兰教的亵渎 那世贸中心的遗址现在被称为归零地 Ground Zero 原来世贸塔的区域现在是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包括博物馆景观跟纪念碑 2011年11月纪念馆展开放 那产地用无形代替了有形啊 用水和光的柔和的质感 完成了钢铁和混凝土无法表达的这个沉思 用两个4000米方米的水池 代表了世贸双子塔原来的遗址 象征着因恐怖袭击而缺失的生命和造成的物理空洞 那这两个水池也被称为Reflecting Episodes 让1983名遇难者的名字刻在了76块铜板上 然后被附在了纪念水池的墙上 那关于遇难者的人数啊 因为统计方法的不同 包括统计年代的不同都会有所差异 2014年5月博物馆建成开放 建筑主体则被埋在地下 一共是有10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 那设计的主要原则就是唤起回忆而无额外的痛苦 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在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墙啊 那就是原先挡住海德逊河的挡土墙 就是前面在聊大楼建造的时候提到过的那个墙啊 博物馆里边的展品还包括变形的应急车辆 幸存者和救援人员的声音 911的电话录音 所有遇难人员的照片 场地残骸的照片 以及其他以媒体形式记录的 从倒塌到清理再到重建的过程 2019年另一个名为纪念林间空地的区域首次亮相 这个新的空间是为了纪念那些参与重建工作的人 以及死于911相关疾病或受到相关疾病影响的人 他们由6块重大17吨的巨石组成 博物馆方称 这个代表了在逆境中获得的力量和决心 好了 那本期节目内容主要来自于维基百科 阿基迪雷有方网等建筑专业网站 还有罗伯特·格鲁丁的书《设计与真理》 以及相关的纪录片 节目中提到的相关的图片和链接呢 会尽量地在节目的shownotes里面去做一个呈现 好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一档没有特定主题的聊天节目 目前有在小宇宙及网易云音乐上线 你也可以通过Apple Podcast等 泛用型播客客服务中关注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有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与我们交流 我们邮件地址是 thehahahaatl6.com 目前我们也开通了微博 名字是今天天气哈哈 横杠播客 欢迎关注了解更多关于本播客的信息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